作为2021年的第一强 AVIDIA方面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除了即将于2月25日正式发售的RTX3060显卡以外 为了保证大部分玩家都能够买到 老黄对齐也是进行了特别的限制 至于详细的情况 更想要就请到了一位小伙伴和大家一起来好好聊聊 Hello大家好我是薄荷汤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尽管30系显卡的游戏性能相当给力 但对于玩家而言 无论是高端的RTX3080 还是甜品的RTX3060Ti 它们都成为了空气显卡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长时间的缺货 以及涨价所导致的 而缺货情况除开三星产能不足以外 另一个原因便是因为矿老板们封抢显卡所造成的 因此为了避免再一次出现显卡发售 及被矿场包揽的情况 NVIDIA方面可谓是重拳出击 尽了最大的力气用以保障玩家们的权益 据报道 NVIDIA官方与静语公布了一项专用于限制RTX3060挖矿能力的驱动程序 具体来看 当这个驱动程序检测系统中存在着特定的采矿算法时 就会将哈斯铝限制在50% 并对其进行限制使用 除此之外 据GeForce全球公关总监证实 这项驱动程序是介于GPU和Bios之间的安全限制 无论是Windows系统还是Linux系统都能在进行挖矿时对显卡进行限制 另外 无论是使用新的驱动程序还是旧的驱动程序 NVIDIA方面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让其奏效 同时为了防止这项驱动被破解 NVIDIA也表示这项技术并非开源 至于此前已经发布的RTX3080 3070 3060台能不能适用 这个还需要进一步测试 但至少可以证明老黄这次确实煞费了苦心 当然NVIDIA也并非没有给矿场老板留下活路 此前传言的将要推出专门用于挖矿的显卡 最近也是提上了日程 而这就是NVIDIA全新的产品线NVIDIA CMP 目前已经曝光了30HX 40HX 50HX和90HX四个型号 但与为游戏而生的GeForce系列不同的是 CMP系列并不进行图形处理 没有显示输出 但其拥有较低的核心电压和加速频率 并且还改善了挖矿时空气流通的问题 以适用于矿机多卡密集的环境 而这些都是针对挖矿性能和效率进行的专门优化 除此之外 价格方面以算力最高的90HX为例 90HX的算力为每秒86 但其售价仅在4000元左右 相比算力98每秒的3080而言 确实便宜了不少 但这种显卡对于矿场老板而言 由于不能二次回血 应该是不会吸引到他们的 最后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首批的RTX3060应该是最容易买到了的 由于NVIDIA方面还没有正式推出限制挖矿能力的显卡驱动 以及专用于挖矿的NVIDIA CMP系列 所以矿场老板还是会和玩家们一起加入抢购3060的行列 看来玩家们该出手时还是得出手啊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薄荷糖 我们下次再见啦